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介紹霍格華茲專程裡面 梅林試煉的解法 那什麼是梅林的試煉 如果我們在地圖上有看到這個很像 藥草一樣的標誌 就代表這邊有梅林的試煉 那一整個霍格華茲的地圖上面 其實有蠻多地區都有這個梅林試煉的 那還沒有解鎖梅林試煉的玩家 就是你主線要推進到 遇見這個叫做諾拉 崔德維爾的 女研究員之後才可以解鎖梅林試煉 那要開啟梅林的試煉 必須消耗一些香錦葵葉 所以我們在自己的萬一室裡面 可以優先種植一些香錦葵葉 才不會避免要遇到這個試煉的時候 沒有這個葉子可以使用 完成之後的獎賞 則是可以增加我們裝備藍的空位 那大家記得要到挑戰這邊 按領取之後 才真的有領取到這個獎賞 好那我們接著就來聊 在梅林試煉裡面遇到的解謎活動 到底都要怎麼解 那我們就先從一些 可能比較簡單的解謎開始 首先我們在梅林試煉 有時候會遇到這種 有一顆球體的這種解謎活動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個球給打碎 那基本上絕大多數的魔法 都可以打碎這個球啊 除非你跟我一樣去使用什麼漂浮咒 那個才打不碎 普通攻擊應該也可以打碎這些球 那比較困難的 可能就是找到這些球在哪個位置 那大家可以多去使用線線型 或者甚至可能可以飛到天上去看一下 如果真的找不到這個球的位置的話 下一種梅林試煉 同樣應該也比較好懂 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柱子上 有一個像火盆一樣的東西 沒錯 你就是要用火去把這個火盆給點燃 可以用火火燒 或者爆爆炸 只要能把它點燃 就可以完成這個梅林試煉了 那同樣是火盆 但有時候我們開啟梅林的試煉的時候 只會看到三個火盆 然後有些火盆的 地點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火盆就是要你把三個火盆給同時點燃 那因為火盆會慢慢下降 所以最好從位置比較高一點的火盆 開始點燃 可能可以比較容易完成這個試煉 如果你在開啟梅林試煉的時候 看到的是這種七星怪狀的石頭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要把它打碎 可以使用爆爆炸 去打碎這些石頭 那大部分梅林試煉挑戰的物件 如果你使用線線型都是可以照出來的 然後這個石頭有時候是會藏在一些藤蔓 裡面 所以可能要先用火把藤蔓燒掉之後 才可以打碎裡面的石頭 如果你開啟梅林的試煉之後 旁邊出現的石頭 不是那種可以打碎的石頭 而是這種像中間有一個 樓空的洞的一種石頭的話 旁邊通常會有想樣的蝴蝶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用照明魔法 把這些想樣的像蝴蝶一樣的東西 引到這個石頭裡面去 那通常這種需要引蝴蝶 入洞的石頭會有三個 所以有些可能也沒有這麼好找 可能可以多注意一下 那個發光的蝴蝶的位置 通常那個石頭 可能也不會離發光蝴蝶太遠 那另一種你可能會預見的石頭是這種 像是有人像類型的石頭 或者如果你已經開啟了梅林試煉的話 這個人像會直接碎成一地 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堆 奇怪的石頭碎在一地的話 可以走到他前面去使用復復修 把他復原成原本人像的樣子 就可以完成這個梅林的試煉了 那一樣我們需要修復三個這個人像 那如果你開啟梅林試煉之後 旁邊沒有任何奇怪的石像石柱的話 你遇到的梅林試煉可能是 推球的梅林試煉 你可能會在附近找到一個球 並且會有一個球可以立著的基座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把球 引到這個基座裡面 可以使用魔法速速前來移動這個大球 那如果你明明把球已經移動到基座前面 但怎麼也放不進去的話 可能是你的基座被藤蔓給覆蓋住了 這時候一樣就是對著藤蔓使用一個 燃燒的魔法把他的藤蔓給清掉 球才可以移動到基座裡面去 那除了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顆大球以外 另外也有小球的挑戰 那你在附近會看到的小球基座 可能就是你畫面上現在看到的這個 那個一個機台裡面有四個洞的樣子 那其實我會覺得這個小球挑戰 比大球挑戰還麻煩一點點 因為用線線型去照 有時候照不太到這個小球的位置 球太小 有時候不太會顯示出來 再來就是 小球挑戰一次是要完成 三個這個把球移動到基台的挑戰的 那有些小球真的就是 藏的位置非常硬幣 所以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這個挑戰 再來有些時候我們MAIN挑戰 旁邊出現的石頭是這種 有奇怪圖騰的一種石頭 那這個MAIN挑戰 你在遊戲前期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因為你可能還沒有學到一個魔法 全速擊退或者叫翻翻倒 那這個魔法是要透過完成 加以克教授的作業才有辦法學會 過程會需要你使用三種攻擊植物 以及有一個大型盆栽去種一個叫做 噴點什麼草莖的花的 總之學會那個法術之後 就可以對著這個石像 使用翻翻倒的咒語 那我們要做到的就是把 石像上面跟下面的圖形 弄得一模一樣 圖形一樣就好了 你可以先不用管他 是不是正的或者反的 那如果你的一面弄到圖形 一模一樣之後 你就換一個面 繼續去使用同樣的法術 那因為他是一個正方形嘛 你把兩面翻成一樣的之後 他這個謎題就解開了 然後一樣我們會需要解 三個這個石柱的咪 那除了以上幾種沒零解謎以外 最後還有一種 可能也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一種沒零解謎 這個沒零解謎就是要我們 輪流踩過他出現的一些石柱 那你沒踩過一個東西 下面會出現一個像是 藤蔓的符號 那就代表我們已經踩過這個東西 不能再回去重複踩到 同樣的這個石柱 那這個失戀有一些變形 像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有些你一開始可能不會知道他 是要你踩上面的這個石階的一個 失戀 那上面還有一些石頭堆 擋住我們的去路 我們就是先把上面的石頭堆 給清掉之後 才可以去做跟剛剛相同的失戀 然後有一些 就是真的沒有那麼好走 就是會一直掉下去 那這個要做的 基本上就是維持帶在上面 然後一直往下一個 石階去踩就可以完成了 那過程中 如果你掉下去的話 就是一樣 這個失戀整個從頭開始 如果你像我現在畫面上這樣 趴回剛剛掉下去的地方的話 這個試驗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你還是得 從原本你一開始 有經過的那個石柱 開始衝頭趴起 才可以完成這個失戀 好啦那以上幾種 就是我目前遊戲裡面有遇到的 所有的梅林失戀 應該沒有漏掉的話 如果有漏掉的話 底下歡迎幫我補充 那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 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每次期待吧 et culmin